大家好 今天是8月9号星期四 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我是郑玉文 在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我们要来看看 谷开来涉嫌杀人案一省开庭 在法庭内外的最新发展 另外我们还要连线到伦敦现场 来报道奥运的最新赛事 首先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提要 何非法院开庭审理谷开来案 法院戒备森严 治利亚再度爆发激烈战斗 两天来已有300人死亡 美国好奇号成功登陆火星 载人上火星是否更进一步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 VOA卫视的新闻主播袁野 请他来介绍这个小时的头条新闻 谢谢郁文 中国30年来最具政治敏感性的审判 星期四结束 审判进行了7个小时 据法庭官员透露 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 没有对涉嫌谋杀英国商人的指控提出异议 请看VOA卫视的报道 对薄熙来妻子谷开来 涉嫌谋杀案的审理是在安徽合肥中级法院进行的 合肥中级法院副院长唐一干说 谷开来对指控没有提出异议 被告人补谷开来 张晓军对起诉指控的故意杀人的事实和罪名没有提出异议 唐一干说 在审理过程中 谷开来的身体状况良好 情绪稳定 红黑检方对谷开来的指控是 被告人与被害人英国商人海伍德因经济利益发生矛盾 谷开来认为海伍德威胁到其子的安全 决意将其杀死 谷开来受益 重庆市委工作人员张晓军相约并陪同海伍德到重庆 谷开来到海伍德所住的酒店饮酒 趁他酒醉呕吐后要喝水之际将毒药倒入他口中 检方认为谷开来是主犯 张晓军是从犯 法庭外有严密警备的警察 有大批支持者 合肥中级人民法院官员唐一干表示 法院将择日对谷开来案正式宣判 这是VLA卫视的报道 另一方面 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连续四个月下降 使中国政府有更大的空间来放松财政政策 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国家统计局说 7月份的消费品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1.8% 通货膨胀率低于6月份的2.2% 达到2010年以来的最低点 中国在争取刺激经济发展 由于出口需求减少 今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减慢 自6月以来中国政府已经两次降低利率 并放松对银行储备金的要求 以鼓励银行增加贷款 两岸谈判代表星期四举行会谈 并签署两项经贸协议 不过台湾在野党对此表达抗议 下面是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两岸第八次陈江会在台北原山饭店登场 经过将近两年的谈判 中国海协会会长陈云林 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 在星期四签署了两岸投资保障协议 和两岸海关合作协议 陈云林表示 今年以来两岸双方努力把握 两岸关系新的发展机遇 各自采取扩大交流与合作的措施 加大两会已签协议的落实力度 ECFA的后续协商正在积极的推进 台湾的投资者们认为 两岸投资保障协议 将可以更好地保护台商 在中国大陆的合法权益 目前台湾在中国的投资总额 已经超过1200亿美元 不过就在陈江会举行的同时 台湾在野党和支持台湾独立的活动人士 在原山饭店外举行示威抗议 台联党的组织部主任肖冠玉表示 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它的国家的名称就叫做台湾 所以我们必须要捍卫台湾的组织 现在江陈瑞他们所进行的各项的 适合性的协商 事实上都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 另外法轮功团体也在场外静坐 要求北京当局 释放以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拘捕的台湾法轮功学员 钟鼎邦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叙利亚政府军星期三对北部城市阿勒坡发动了双管旗下的攻击行动 地面部队向反政府武装的据点发动攻击 同时使用喷气式战斗机和直升机进行轰炸 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说 政府军正在击溃反政府武装 但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叙利亚自由军的领导人否认正在撤退 来自阿勒坡的外国记者报道说 一些反政府武装战斗人员的确已经撤离了阵地 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公布了阿勒坡以及周边地区的卫星照片 显示冲突中越来越多的使用了重型武器 联合国星期四表示 在朝鲜发生全国范围的洪水过后 已经立即向朝鲜数万人提供了应急食品 请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朝鲜国家媒体说 洪灾导致至少169人丧生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代表 克劳迪亚冯·勒尔星期四在北京对记者表示 联合国下个月将对朝鲜进行全面的粮食情况评估 到时他们将会对最近洪灾造成的影响有更清楚的了解 朝鲜媒体说 6月下旬到7月底的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 已经达到至少169人 还有400多人失踪 21万多人无家可归 由朝中社提供给路透社的一段拍摄于7月下旬的录像显示 平安南道安州市的街道和房屋遭遇洪灾 录像显示在被淹的住宅和工作地点的屋顶上停留着一些居民 联合国派驻到朝鲜的冯乐尔女士介绍了洪灾造成破坏的情况 她还说现在进行全面的破坏评估还为时过早 一些玉米田被淹没 墙风将庄稼吹倒 河流决堤冲毁了一些稻田 冲倒了阁墙 但是现在就评估直接损失还是太早了 冯乐尔说 全面评估将在9月下旬进行 她说 世界粮食计划署在洪灾过后 立即向几万名灾民提供了紧急粮食援助 实地考察和评估了灾情之后 世界粮食计划署立即启动了紧急反应 向16个受灾最严重的县的大约6万人 运送了336公吨的玉米 我是这个组织的代表 灾民每天能得到400克的玉米作为口粮 冯乐尔还说 联合国还向另外的4万多人提供了更多的粮食援助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以上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郁文 好的 我们谢谢袁野 那么我们也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在VOA连线的单元呢 就要带您回到伦敦奥运的现场 一起来看看进入最后三天的赛事 最新消息 稍后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VOA卫视的现场 伦敦奥运已经进入了最后三天的倒计时了 那么在接下来我们的VOA连线时间 我们就立刻的来到伦敦现场 请VOA卫视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 来介绍场上的最新消息 静玲你好 郁文你好 是 静玲我们知道 这个在场上前两天的一个焦点 就是中国的这个跨栏选手刘翔 那么他在场上摔倒这样的一个画面 通过不断的转播 可以说这个抓紧了所有这个中国观众的心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刘翔 他在今天在伦敦接受了手术 是不是这样呢 是的 郁文状况是这样子的 本来在产测刘翔会在什么地方动手术 因为这一位其他要替他动高的医生 那么是芬兰医生 但是现在证实刘翔是在今天的中午 在伦敦 这位已经到过奥运村去看了他 也替他打上了石膏 所以今天手术就是在 在中午这段时间会动手术 那么郁文状况是 其实因为刘翔是右脚跟剑拉伤 那么基本上手术本身必须搭手术 但是最重要的是复远的状况 必须要复远的很好 要有好的修养 那么这位森兰医生 他曾经替过英国的军群零食 也就是内科汗 动过手术 复远的状况非常的好 所以一般人抱着很高的期望 不过或许大家也 2008年的时候 其实刘翔也做过类似的手术 当时是有美国的动的刀子 不过现在的状况 比如说正式刘翔今天在罗伸动手术 手术本身不是一个大手术 但是复远的状况和复远的过程非常重要 而现在大家关切刘翔在手术之后 会不会跟着中国代表团一块回中国去修养 所以检林刚刚我们听到 因为这个声音讯号稍微有点紧凑一点 我们不太清楚 但是你刚刚提到就是说 刘翔接受了这个手术 这个最重要的 不是在手术是否成功 而是在他这个整个复原的情况 那么同时他在2008年 也曾经接受一个类似的手术 所以我想很多的中国观众也非常的 希望刘翔这次的手术可以成功顺利 因为毕竟像他自己说的 他还希望能够再回到场上来比赛 那么除了在田径场上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之外 我们也看到了 对于很多的台湾观众来说 这个8月8号 这个伦敦奥运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台湾的这个跆拳女将杨淑军 她是意外的出局了 那么可以说让很多的这个 台湾的这个运动迷是非常的伤心 不过在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在中国的女将吴静玉 他则是未免了这个49公斤级的 这个跆拳道的金牌 是不是能先介绍一下 在跆拳道比赛的这个最新情况 是的 郁文 台湾的这个杨淑军呢 他昨天其实是大家的一个 对台湾观众至少 他曾经非常大的一个焦点 但是呢 他在正确进入8场的时候呢 另外被台湾的冲砍 给击中了免布 那么没有能够进入8场里面 这是一个很大的意外 我相信台湾的观众都很都很难过支持的 那么这可能会有进入的讯息接下来 那么至于就说还有就是说 杨淑军呢 他在这一次我想他最大的不同 就是跟2008年北京浩军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输了以后 他痛哭流泌的说抱歉 觉得对不起大家 但是这一次呢 他似乎特别的能够坦然以待 面对状况 因为他觉得他已经经历了 虽然是很经历 但是呢 他觉得他已经经历了 参加一个练习啊 当然呢 这是因为他在今年5月的 亚运的时候 才敌拜了这一位 昨天敌拜他的太多军 谢谢静玲 是的 非常感谢你为我们做的这个最新的现场报道 我们听到了在田径场上 也听到了在跆拳道比赛的一些结果 还有反应啊 那么继续呢 我们还要通过我们的VOA连线 我们要邀请的呢 是正在伦敦奥运赛场附近的学生 张静芝来为我们报道 静芝你好 好 是 静芝你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我们现在站着这个 是 可以听得到你的声音 是 静芝我想先请你 你听得到我的声音 听得到 静芝我想先请你谈一谈啊 刚刚我们听到了 静玲跟我们介绍了 这个台湾的这个跆拳女将杨淑君 她是意外的出局了 本来在赛前有很多人预言 她至少应该有一个夺牌的希望 但是没有想到 她根本没有办法晋级四强啊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比赛结果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我们又看到 中国的跆拳女将呢 继续未免夺得金牌 那么在伦敦当地的华人 对于这个跆拳道场上的 这个比赛成果 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吗 其实我觉得比赛都是一则一行 一则一优 因为大家都是游戏参半 一定会有人赢 一定会有人输 那昨天其实我们是 大概有将近一百名的 台湾游学生聚在 Excel附近的一个场馆 为台湾的杨淑君 还有那个魏晨阳加油 可惜就是结果不如预期 他们在第二轮就已经被刷掉了 对 那其实我们今天还有一位选手 就台湾还有一位选手 叫做曾立成 他目前还在场上奋斗 就是他已经进入了八强的决赛 那今天晚上我们预计 也会有一个活动来为他加油这样子 是 那静志我想另外请你介绍你现在人所在的地点 我看到这个背后 这个好像蛮漂亮的 是不是一个酒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会场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呢 是 其实我人现在正在那个伦敦眼附近的一个中国餐厅 那为什么会在这间餐厅里面呢 是因为这间餐厅在奥运期间有举办一些 promotion 就是一些促销的活动 会让一些奥运的选手可以得到免费的餐点来使用 那他们说到就是有在中国的一个选手 台权选手承重有来到这间餐厅用餐 以及一个日本的楼道亚军也来到这间餐厅用餐过 是 谢谢静志我刚刚听到你说了 这个餐厅还提供这个免费的餐点呢 我想这个我们以前在当留学生的时候大家都知道 只要有免费餐点我们都一定到的 所以这个地方肯定是很受欢迎 好 我们非常谢谢张静志在伦敦的奥运赛场附近 为我们所做的这个最新报道 谢谢你静志 那么稍后呢 回到我们的VOA卫视节目当中 我们要在世界媒体看中国这个单元 要继续的来为您探讨 谷开来涉嫌杀人案呢 今天在合肥的法庭开庭了 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也为您做了最新的报道 那么稍后在第二小时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 我们也欢迎您继续的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来参与讨论 稍后世界媒体看中国 我们要来探讨 中外媒体对于谷开来岸的报道 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 稍后回来 我可以说是经常可以看到行车和补车在往来 两岸呢 这个八年冰封 天要融解了很少 但是只要女性参加直接战斗的事实 得不到法律的成果 这种药物是香港这样的地方 对于使用iPhone或者iPad的观众 您到苹果应用商店App Store 输入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下载并安装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输入GoEnglish.me Chinese 安装美国之音的英语学习应用程序 如果您使用安卓操作系统的设备 请到Google Play 输入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就能找到美国之音中文新闻的应用程序 输入GoEnglish.me Chinese 就能找到美国之音英语教学应用程序 您还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欢迎您回到VOA卫视的节目现场 重庆市前市委书记薄熙来 他的妻子谷开来涉嫌杀人案 星期四上午在安徽的合肥中级法院 开庭审理 可以说吸引了国际媒体的大阵仗采访 我们现在也要通过连线 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 来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 东方你好 月威你好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 是东方我想这个庭审可以说吸引了很多媒体的报道 刚刚我们在美国之音VOA卫视的各节节目当中 我们也做了一些最新报道 那么同时稍后我们也要继续的来请专家 来就今天的庭审来进行最新的分析和解说 但是同时先请你在现场 是不是能先跟我们说明一下 今天庭审的最新的状况是怎么样 还有据说在法庭外面也有许多支持薄熙来的群众 甚至还有人遭到逮捕 这现场的情况到底如何 是的 宇文今天呢 是薄熙 薄谷开来 我们就叫它薄谷开来 这个世纪大案被称为中国自从江青被审判以来的世纪大案 正式在安徽合肥市中纪人民法院开庭 从八点早晨八点三十分开始开庭 那么这个开庭呢 可以说是如临大敌 方圆五六里路的方圆都是不能进人了 警车呢 这个封锁了所有的路口 另外我们还看到装甲一鸣车这样的 就可以说是如临大敌 那么记者呢 只有七张旁听的席位 那么一共有140个席位 其中只有七张给记者 很多记者呢都冒着倾盆大雨 在雨中守候 那么在法庭外面呢 就是在警戒线外面 有一些民众 特别是支持薄熙来的民众啊 他们喊 喊支持薄熙来的口号 另外呢 也唱一些红歌 和警方呢 发生了一些冲突 我们这个记者亲眼见到 有两人被警方 被警方逮走了啊 那么今年的这个记者 在本来是说八点三十分到十一点半 中午休庭示范 结果呢 这个中午十一点半 不但没有结束 而且一直延长到下午三点半才结束 本来呢 很多很多观察家都预计 这次庭审呢 会有两天的时间 结果一天就审完了 审完了以后呢 由副庭长啊 宣布了一个啊 这个news release 就是召开了一个记者会 这也是一个非同寻常的 那么整个庭审过程呢 就是这样 中国的媒体也做了报道 是在庭审结束以后做了报道 他们纷纷的着眼点呢 都是说 博古开来和 和这个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呢 都已经认罪 又文 好的 东方我们知道啊 这个美联社 还有很多的外电 也都对这个消息进行报道 美联社特别还提到 他说 这个中国民众啊 对于古开来案子的关注 好像还不如 他们对伦敦奥运来的关注 就你的观察是不是如此 另外这个古开来案呢 在今天开庭审判之后 他可能会在什么时候宣判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是 那么那个这个案子呢 确实是在民众中啊 特别是在北京的民众中 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 北京的媒体呢 也只是在今天下午 在新闻里边 特别是在中央四台 中央十三台 我们知道啊 这都不是啊 最最最 看着看着最最最多的频道 人数最多的频道 观众最多的频道 这并不是的 那么他们也是有意的淡化 处理这个案件 这个这一次的古开来 博古开来和博古开来 这个审判的案子的 案子的过程呢 有几个比较 就除了你提到的以外啊 还有几个比较 关注的 值得我们关注的看点 看点之一呢 就是这一次也是首次公布了 他们两人去毒死人的一个细节 那么据这个庭审的庭审结束以后 发布的新闻报 新闻公报上呢 他们介绍说 这一次呢是博古开来 也就是古开来 和重庆市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张小军 一起啊 把这个尼尔伍德 从北京骗到重庆 然后呢 在重庆历井花园十六栋 1065时 就和他一起饮酒喝茶 把这个 他灌醉了以后 趁着他 就这个酒醉了 要水喝口渴的时候 给他灌了毒药 把他毒死 这是我们的看点之一 是 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 也做了类似的一些相关的报道 那最后我想请教的 可能是在这一连串消息之外呢 我们也看到 中国民众也有一些人反应 就是说 在这个古开来出庭受审的时候 他看起来好像 一派的这个气定神仙呢 而且好像还胖了不少 那么甚至还有人质疑说 这真的是古开来他本人呢 是不是有一些像这样的评论和质疑呢 是的 你看到他走进法庭的时候呢 我也很惊讶 因为他看上去是那么从容 他穿着一身黑色的外套 里边是白色的线衫 这个黑白是非常的分明 他的那个神色呢 就是一种很从容的神色 不像是一般的这个杀人犯 荼毒杀人犯 世纪大案的一个这个 一个犯人的那种形式 那种气派啊 那种形式 好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很淡然的那样子 那么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呢 站在那个 这个和他站在啊 就是啊 阁 中间隔了一个警察 也站在那地方 那么呢 他的神情呢 也像是不是太这个 不是太 worry 就是不是太担忧 我们知道这次判他 判他是判他的这个 故意啊 杀人罪 这个罪呢 实际上很重的罪名 但是呢 新华社在发消息的时候呢 他们确实很多观察家都注意到呢 很可能这次审判会是高高举起 轻轻的落下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他在审判中公布了说是 他因为以前和这个英国商人尼尔伍德啊 发生了一些经济上的纠纷 最后呢 是为了保护他的儿子 薄某某 也是薄呱呱了 最后才不得不杀死了这个英国的商人 就这里边呢 就有这个替他开脱的身份 所以一般的人认为 这次庭审结束了以后呢 虽然官方公布的是择日再判 我们请教的法律专家呢 认为这个择日再判啊 在何议庭审 何议庭官吏以后 择日再判可以是30天到35天 所以你看这个时间呢 也很巧合 那么不会是当天立刻就宣判 选择今天是8月8号 8月9号 那么30多天以后呢 正好是9月中旬 9月中旬会是在我们预定的 18大的召开的前夕会宣判 这样把这个薄熙来和薄谷开来 和王立军的这个案子呢 就政治影响减少到最低 这是一般的观察家的看法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东方啊 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 我们知道东方也会随时的 在美国之音的各节节目当中 为我们传回来从北京的最新消息 那么同时 稍后在我们VOA卫视的节目当中 我们要继续的来针对谷开来案 要来看看中外媒体 对于这个案子 进行了什么样的报道 稍后回来 两个月的迫害 其实是对它长期迫害的延续 在座上呢 就是我可以说是经常可以看到 行车和军车在往来 两岸呢 这个八年冰封 现在军车是很小的 当我喝酒 我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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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很感激 他们都能够做的 现在 有什么可以做的 但是只要女性参加直接战斗的事实 得不到法律 这种药物是香港这样的地方 我们都能够做的 保护的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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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有很多的讨论声音 对 是 很多的声音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中国官方现在一直对 为什么由谷开来变成博谷开来 这两个名字这种变化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原因到今天也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 我们今天看到来自中国官方的报道 还是说博谷开来 对 博谷开来 为什么变成了博谷开来 这种说法在中国大陆是非常非常奇怪 可以说是60多年没见过的 对 所以也是一个很特别的 那我们继续再来看看 这个外国媒体 世界媒体 又是怎么样来报道 这个谷开来的这个案子的 就你的观察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那当然是 世界媒体他们是自由的 所以他们报道这个案件 可以说是千姿百态 我们从这个世界媒体的这个标题 就可以大致看出这个大概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法国的主要报纸 《解放报》 那它《解放报》的那个标题 它是 《古开来红色公主的陨落》 那么我们再接下来看一看 英国的主要报纸《卫报》的标题 它的标题是 《古开来受审》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 关注这一谋杀审判的透明度 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标题 对中国《古开来》的审判 它的标题是 中国对《古开来》的审判 是对中共最高领导层的考验 是 那除了这些标题以外 世界媒体对于《古开来》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可能是 比较能够吸引中国民众 有关注或者有兴趣的一些看法呢 在这方面当然是 这个很有法国文学传统的 法国媒体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看到法国西南部 夏朗德省的一篇 夏朗德省自由报的一篇报道 它那个报道非常吸引人 一直在互联网上也走红 它那个报道的标题是 那意思是红色中国的犯罪侦探小说 但是它这个字面意思是 红色中国的黑色小说 我们知道法国出产了一本 世界文学名著叫做《红与黑》 所以是在报道《古开来》案件的时候 它把《红与黑》的路子也套上了 那么它除了这个标题之外 它的内容也非常有意思 它这个内容 第一段是这么说的 《古开来》是国际间著名的律师 知名的作家 一度冉冉上升的中国政治明星 薄熙来的妻子 她本人经商 生活高雅 后来被控故意杀人 她的一个同事说 直到今年春天作为著名的律师 和薄熙来的第二位妻子 她在中外被看作是一个智力超群 富有魅力 容貌较好的女子 这是她的朋友 是这么说的 但是现年53岁的她在今年春天 成为中国近几十年来 一起最轰动的丑闻中心人物 新华社说有确凿的证据可以指控 她去年11月毒杀了一个英国商人 是 那我们可以说 在西方媒体的报道 当然她从一个好像是一个剧作 一个侦探小说 甚至有人说 《古开来岸》可以搬上了这个舞台剧 来演绎出很受吸引人的这个舞台 特别是在中国这几年来 经济的这个逐渐的开放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中国居然还可以爆发一个政治人物的 一个高层人物的一个妻子 涉入这样的一个杀人案 她这个不管是情节也好 还有她未来的发展也好 都是吸引各家关注的焦点 那另外你刚刚提到了 这么多西方媒体的报道 我也知道你在这个分析报道当中 也曾经提到 《古开来过去》她曾经是大力地 赞扬了中国的这个审判制度 不过现在呢 她自己却是深陷其中了 所以这当中很多人说 其实有很多的矛盾 也有很多的对立 也有很多的讽刺在这里面 那么在这个网路上 这个阅读你这个世界媒体 看中国这个栏目的一些读者 我知道他们也经常给你留言 他们对于你的报道 还有对于整个《古开来案》的发展 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对他们的看法是非常的多 也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趣 我今天早上就看到一位这个读者 他留言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在开庭的当日 也就是今天8月9日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网站 无法打开 如果是真的是公平的法律审判 为什么不公开审判 为何以各种借口拒绝 国内独立媒体外媒 非官方人员打听旁听 为何吓得把网站都关了 是 那还有没有别的读者 有什么样的其他留言呢 那其他的留言也非常多 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还有一位读者留言说 原本是施害者 现在变成了被害者 现在害人者必定是将来被害者 这就是共产绞肉机 哇 那最后我想我们大概 还有一分半左右的时间 我想请齐志峰 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说 这起案子很多人说 虽然主谋是《古开来》 但不可否认他整个家族 他的丈夫薄熙来 甚至他的儿子柏呱呱 还有《古开来》的母亲范承秀 都在这当中可以说嘎上一脚 很多媒体都对他们进行了报导 不过很值得注意就是 柏呱呱也进行了一些言论的发表 范承秀也做了一些言论的发表 但是好像对他们的这个意见发表 有正反不同的看法 为什么呢 对 那到目前为止是柏呱呱 通过海外的媒体 我们特别要强调是海外的媒体 来为这个发表了两次声明 但是一般的人认为 柏呱呱尽管是上了英美名校 但是他发表的声明水平是比较差 因为他是说了很多 但是言不及意 对他父母的这个案件 没有说出最关键的话 这就是他的父母 在中国的这种司法制度当中 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相反倒是他的90岁的外婆 尽管没上过什么英美高级名校 发表的言论是非常到位 非常到点 指出了问题的核心 这就是他的女儿 谷开来 没有得到中国的司法公平的对待 公平的审判 是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谷开来案 后续还会有更多的发展 随着这整个开审的过程 还有宣判的结果 我相信我们齐志峰也会继续的来 为我们关注许多中外媒体 在这个事件上的一些报道 谢谢齐志峰 好 谢谢您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齐志峰 来到节目当中 为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深入的分析 稍后呢 在VOA卫视第二个小时节目里呢 主持人萧巡还要继续的 针对谷开来案的庭审 与专家来进行讨论 请您不要错过 那么看完了中国政治史上的 这起世纪大案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看看这个星期天 航天界的重要大事 那就是好奇号的成功着陆火星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欢迎你给我们发电子邮件 电邮信箱是 Chinese在VOANews.com 后任香港特首 如果您希望通过电邮参加VOA卫视 10日大家谈节目的讨论 请把您的问题或评论 发到VOA新闻at gmail.com VOA卫视全新推出 敬请关注 欢迎您回到VOA卫视 美国的宇航局呢 在星期天晚上成功的 把火星探测器 好奇号在火星上着陆了 那么很多人都担心也关注着 到底人类有没有一天 有希望可以居住在火星呢 科学家们都希望啊 这个好奇号可以来帮助 来进行解答揭示在火星上 是否曾经存在过生命呢 那么航天的爱好者也希望啊 随着好奇号的成功着陆 将来要推动美国的航天事业的发展 同时也能够更加的鼓励青少年 来投身于探索空间 下面就是VOA卫视的报道 火星探测车好奇号成功着陆的一刻 欢欣雀跃的不仅是地面控制中心所在的 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几十个科学家 群集在附近帕萨迪娜市大会堂的几千个航天迷 不约而同爆出产生 这是美国人自豪的一刻 李明寺说 我好久没有这么高兴过了 我是打从心底里高兴 好奇号的成功为未来两年深入 不转眼火星生命迹象的奥秘铺平的道路 保罗说这个空间任务让航天器把火星车放下 到处搜集检验火星的标本 来发现火星的真面目 然而它的影响远远超越这个开宗明义的目标 几十年来 一直参与喷气推进实验室火星探测项目的 华裔工程师刘登凯博士 在确认好奇号安全降落之前 非常非常的紧张 当初开始的时候 这个人造卫星的位置我不敢正确 到了快下降15分钟的时候 我们确定这个位置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彩头 然后下来每一个信号回来 都是跟我们说预传的时间 都是非常非常精确 然后每个信号都是好的 所以到最后的成功我也不意外 但是在还不知道之前 信号总是非常非常紧张 25亿美元的投资成败 不能不让人紧张 对主旗式的喷气推进实验室的未来 影响更大 这个对移转费的影响是太大 我们在前几个月 美国太空工作室告诉我们说 我们对火星的探险计划 少了4亿美元左右 那这个钱是非常非常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多的 这次的我们的成功呢 很可能带来对NASA 对火星的探测呢 可能又更加注重 所以这个成功对我们来讲 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除了科学上的成就 除了工程上的成就 对整个GPL的历史来讲 又加入一点我们的成功的一个范例 民间的行星协会 在好奇号着陆当天举行年会 美国航天局长博尔登 和喷气推进实验室的主任艾拉奇 也出席了在帕阿萨迪那市举行的省会 争取对探索空间的支持 博尔登说 再过几个月就要选举了 你可以投票给支持空间探测的候选人 投票给跟你信念相同的人 好奇号的车轮还没有滚动 车上的核动力实验室也还在生火待发 但着陆过程已经鼓舞了许多人 对火星的好奇心 八岁的凯勒将来要研究化学和天文学 凯勒说 我对太阳系很好奇 我想知道火星上到底有哪些物质 我对所有的探测车和飞行器都有兴趣 同样是八岁的贾斯廷 将来想做航天器设计师 贾斯廷说 我希望好奇号能够发现火星环境的元素 还有从内部探测火星 十岁的凯瑟琳看到喷气推进实验室 有那么多女性科学家 她大受鼓舞 凯瑟琳说 我很兴奋 因为我可以看到更多的火星照片 寻找生物的痕迹 还有水 梅里尔和米切尔父子观察图片 12岁的米切尔喜欢科学和阅读 米切尔说 火星车让我思考外太空到底有什么 将来火星车发现的所有的东西都会很酷 梅里尔说 我希望好奇号能发现生命曾经存在火星的具体证据 我想每一个人都希望在宇宙的另一个角落发现生物的存在 我渴望这个发现 因为人类将因此而大受鼓舞 开始向外太空发展 21岁的梅森是圣蝶哥加大的学生 梅森说 只要有适当的努力 任何事都可以成功 我最初认为复杂的降落程序会失败 但等我亲眼看到每个阶段的进行 老天哪 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么复杂的程序能进行的这么顺利 好奇号的登陆技术为载人前往火星的梦想汇出了愿景 我们这下降这个技术呢 可以承受比较大的载重力 将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技术呢 当我们人类要到火星上的时候呢 去的时候一定是一组人 那这财重力这所带的重量会非常大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用这种这个下降方式呢 我想这个我们还在将来要研究的课题 不过这次成功以后呢 会有带来对我们来带一个很大的希望 所以我们这下降方式呢 在火星上面呢我们也比较了解 然后这方面的程度机会大一点 尤登凯指出 载人上火星可能是2030年以后的事 而且不是美国单独进行 火星探测车开始滚动的时候 也是车上的核动力实验室发挥作用的时刻 下降这个点呢它是一个谷底 这谷底呢经过长期的医院 它就会一些这个东西呢就沉淀在这方面 那么这个附近呢又有个山 所以如果你继续往前 谷底完了以后呢你会往山走 那这每一层 每一层的地址呢 都会告当时什么事情发生 好奇号将为人类带来惊奇 让我们拭目以待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福 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的角度 自由的声音 美国之音 直接 深入 全面 VOA卫视 VOA卫视全新内容全面报道 听听您的声音拓展您的视野 VOA卫视向您展示事件的真相 权威的评论和观众的心声 教你说地道美语让你出口成章 通晓美中大事 锁定 VOA卫视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 不知道听众 观众朋友们 您有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呢 在今天的美国之音解密时刻单元里 我们要来看看的是 中华民国的已故总统蒋介石 他是每天都在写日记 写了57年的这本日记呢 可以说里面也记载了 许多与中国的政治 还有战争 国家 都联系在一起的一些秘星 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 918事变之后 尽管日本占领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 蒋介石并没有对日宣战 反而提出 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主张 很多人认为蒋介石的这个政策 在日本入侵时继续围剿红军 致国家与民族利益于不顾 导致了东北的沦陷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蒋介石日记也许可以解开 攘外必先安内之谜 他不但没有立刻抗日 他反而提出来一个叫做 攘外必先安内 那么这个日记呢 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答案 那么为什么他在918事变之后 他并没有立刻的来抗日呢 那么他有他的考量 因为中国的军队装备跟日本简直是天壤之别 所以日本只要封锁长江沿海一带 三日就完蛋了 所以他说不可贸然而战 所以他有很多 这个日记他考虑了很多 他自己认为呢 就是要争取时间抗日 要争取时间备战 那么争取时间备战 这个时候慢慢到了3233年的时候 他跟德国的军事顾问 还有跟蒋百里先生 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讨论 怎么样做 所以慢慢的这个眉目就比较清楚了 怎么做呢 就是要持久战 要做持久战 那么争取时间来备战 有一天就是德一记 想到了一个干什么呢 这个要以剿匪为掩护 建立西南根据地 然后另外一天他就解 借剿共以收复西南 就是他故意的把这个红军啊 留下那么一小股 然后呢 把他们往西南改 所以你可以看到红军的 所谓两万五千里长征 他是从江西往西南走 然后才到延安的 那么中央军就在后面追 因此才能够进入四川 所以这是他的一记 所以他有一天 比较完整以后他就写 他说若违对窝迹 如果我们今天对日本怎么办 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 1936年12月12日 东北军的张学良 和西北军的杨虎成 在西安发动兵舰 扣押了到西安 督察剿共行动的蒋介石 要求他停止剿共 一致对外 蒋介石与共产党携手抗日 国共第二次合作行程 西安事变使张学良 成了共产党眼中的英雄 而对于蒋介石和中华民国来说 张学良是有功还是有过呢 他为什么那么样的失望跟愤怒 对张学良那么样的不能原谅 是因为他已经打算 这个一切都布局好了 迁都什么什么都弄好之后 那么陈城和魏力皇的军队 已经在百灵庙准备 就要一举就把红军歼灭了 结果呢人算不如天算 就差那么两个礼拜 发生了西安事变 所以他写汉清就是张学良 误我大事意 汉清坏我一盘好奇 如果是到后来 到1949年以后 蒋介石会不会认为 这汉清这坏的大事 是国家大事 是 当然 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到 最后是改变历史的大事 对啊 但至少当时汉清就是张学良 起码就是这件事 把这个蒋介石最后 剿共灭共的这个企图 给打掉 一个剿共灭共的企图打掉 第二个就是他还没有准备好 他本来希望有60个师 那么事实上没有 最后这个马上就仓促应战了嘛 就大家就联合起来就要打仗了 所以37年就宣战了 那这个整个的训练都还没有完备嘛 所以很多的遗憾了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 中国和日本曾经尝试过举行和平谈判 中国内部也出现主战派和主和派之争 甚至成立了以汪精卫为首的依附于日本的政权 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到底有没有 与日本和汪精卫政府按通款取 蒋介石日记为我们揭开谜底 解密对日和谈的来龙去脉 这个时候他比任何人检定 因为他日记写他说我就是倭寇 我所要我者不仅是我之经济 我之交通实业 而是要我民族之命脉 然后他又写他说委屈不能求全 委屈不能求全 那么所以这里很好玩 因为孔祥熙跟蒋介石是联金啊 那么孔祥熙是主张和谈 他就他火了 他说还有人再来谈劝我和谈 以汉奸论罪杀无赦 所以他很火了 与其屈服而亡 不如战败而亡 反正要亡 我为什么不战败而亡 为什么要屈服而亡 常言道是非屈指自有公论 希望今天讲述的蒋介石日记 为您判断和评价中国的那段历史 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以上就是今天的解密时刻 稍后节目当中 我们要继续为您介绍的是 美国掠影的单元 今天在单元里面当中 要跟您介绍的 是美国的真正生活 我们要来到华盛顿特区 一所叫做育婴学校 这个学校它非常特别呢 因为它是在华盛顿市唯一专门的 在教中文的一所学校 而且包括华盛顿特区的市长葛雷 都来这里学习中文 我们下面就来看看 大家好 欢迎到American Snapshot American Snapshot的目的是 给你们介绍真正的美国生活 今天呢 我们来到华盛顿语音学校 这个学校是非常特别的 因为是华盛顿市唯一的专门 教中文的一个学校 说到学语言呢 我觉得学语言跟学音乐差不多 必须发出声音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 声音不会好听 但是你就大胆地说出来 好 不浪费时间了 我给你们认识我们节目的主角 他是我们可以说在华盛顿比较重要的人物 是我们华盛顿市市长 Vincent Gray Gray市长第一次出访中国 按计划 他去北京 上海和苏州 访问的重点是发展中美投资机会 和经济合作 同时 Gray市长也希望开展一些文化交流项目 Gray市长先会见了学校的建立人 Mary Shaffner和校长 Makita Alexander 然后她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中文课 老师和学生们都来帮助她 说中文 写中文 原来 市长作为美国首都的市长 他却要向一群孩子学习 对一个成年人来说 这很难的 我想除了市长 不会有谁有这样的勇气 How do you say thank you?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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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市长向孩子们学习了如何写汉字 孩子们对市长一点都不严厉 给她的作业很简单 I'll do one, two, three 三, two 他写的怎么样 很好 孩子们叫她如何打招呼 你好,我叫Vincent 你好,我叫Bita 非常好 他们还叫市长怎么介绍自己的身份 校长还是一个老师还是一个什么 我也很 市长是 mayor 所以你可以说你好,我是华盛顿的市长 那意思就是我 我是华盛顿的市长 你应该记得那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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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到 告诉我再说谢谢 谢谢 谢谢 我问市长对于这些害怕犯错误 害怕学习新语言的学生 他有什么建议 你今天一直在做 你一直在做的 很多人會相信你做的事情是可以的 所以繼續做的事情 你正在教導人們 可能你會學習 但你也會教導我們 什麼是可以的 什麼可以做的 很多人會很羨慕 你們也會很羨慕 你一定知道很多 中國人比我做的 我告訴你 所以恭喜 在參觀時 市長也不斷地鼓勵這些學生們 這次的參觀 讓市長和孩子們都受益匪浅 謝謝你 你會做我一件事嗎 當你握我的手 你會看著我嗎 謝謝你 你也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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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運 你也很誠實 你也說我傻 好 今天我覺得 Mary Gray她學了很多東西 你說呢 好 很多東西 她說中文的翻譯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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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你們那個問題 你們說中文的時候 你怕不怕犯錯誤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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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時間到了 謝謝收看我們的節目 希望你喜歡這一期的 American Snapshot 下一次再見 再見 再見 OK 我也不怕 Here we go Where'd everyone go 大家好 歡迎來到OMG美語 我是白姐 星期一到星期五 我每天都會播出一個節目 一直來學最新的最地道的美語 我們今天一直來學怎麼用美語談 你要去旅行的時候怎麼用美語談 Pack your bags 打包行李 Pack your bag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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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包行李 Pack your bags Pack your bags We're going on vacation 打包行李 我們要去度假了 Bring everything but the kitchen sink Bring everything but the kitchen sink 把一切能帶的東西都帶著 把一切能帶的東西都帶著 I always seem to bring everything but the kitchen sink when I travel 我去旅行的時候好像總把能帶的東西都帶著 我去旅行的時候好像總把能帶的東西都帶著 I'm happy as can be Tr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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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As happy as a chappy can be Like the birds and all the bees Singing Check a bag Check a bag Check a bag Pack a bag 托運行李 Check bag Check bag 托運行李 托運行李 Carry on Carry on Carry on 手提行李 If it's a short trip I'll try to fit everything in my carry-on bag Because there's usually a fee to check a bag 如果旅程比較短的話 我會把所有東西放在隨身的包裡 因為托運行李往往要支付 額外的費用 好,it's your turn 請用英文請評論告訴我 When you travel Do you take a lot of stuff in a lot of bags Or are you a one-bag traveler? 好,洗手看OMG美語 我們明天見 Bye Bye 好,那麼以上就是今天VOA衛視第一小時的節目 我是鄭玉文 祝您有個愉快的夜晚 節目最後呢 我們要看看不讓倫敦奧運專美於錢 倫敦的動物園舉行了一場可愛的動物奧運會 我們也請您繼續的留在電視機前 收看由蕭巡主持的第二小時的VOA衛視 待會 Dark telescope 取消他的動物 取消他的動物 身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